欢迎大家收看 《魅力响宴》 散发魅力让你更美丽 一个魅力充满的人 通常他都是 有故事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在荧光幕上 通常大家都会觉得 他非常地可爱 然后有时候有点逗趣 有时候有点搞笑 然后同时也是一位辣妈 可是其实 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故事 让他变成一个有魅力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欢迎到我们的小可 恋心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小可 我们很高兴欢迎这个小可 你看他看起来就是 不像生三个小孩子的妈呀 真的 要保持活力魅力 对 不可以随便让人家感觉到 我三小孩 就小朋友在叫妈妈的时候 就走开啊 你谁啊 就硬刚说 这不是我的小孩 这不是我的小孩 叫姐姐 然后小孩就说 老师说要诚实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小可是因为 就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小可 我以前其实我还不认识她的时候 透过荧光幕 是 你觉得就是 你就是一个很热情四射人 对 然后因为有一次我就是 就是认识小可之后 跟她在聊天 我就发现说 其实她的生命的成长历程 然后让她就是造就现在的她 我觉得她也真的很不容易 对 很多人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我讲话的 认真聊天啦 讲话的内容 可能跟外表有一点点差距 其实真的还是要归到 就家庭教育 还有家庭成长那一块 对 因为我妈妈很早就 离开了 我妈妈在我20岁的时候 其实就离开了 所以其实 这一直以来的路程 其实就有点 就解带母子 对 然后加上我爸爸可能长时间在 就是中国大陆工作 对 之前 所以就变成家里面 就我跟弟弟两个人 所以自然而然就变成说 你要把自己强壮起来 武装起来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习惯了 对 变成一个妈妈的大姐姐 对 其实这样其实是很辛苦的 但是在你的脸上看起来就觉得你好像是家里的小妖女 然后就是很小 然后很备受呵护 感觉不出来说是要承担很多的东西 对 其实我其实还蛮感谢我妈妈的 因为妈妈是生病离开的 所以其实我常常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非常 我妈妈其实 因为我妈妈是癌症离开的 所以她其实那时候在病房 她已经开 就是因为乳癌专骨癌 所以其实已经开了很多刀了 对 但我妈妈还是会露出她半边 就是刚开完的刀疤 然后看了自己刀疤说 女儿啊你千万不能带我去华西街 因为这样大家都很怕我 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人 然后她也与事无争 所以其实我很感谢妈妈给我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也就是她离开之后 其实我慢慢慢慢咀嚼跟她 在她生病的这段期间 其实已经从悲伤转为感谢 对 因为很多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 妈妈妈把心情放开的时候 我其实常会问自己说 其实我很感谢妈妈让我有这一段 因为很多可能在电视机前面看的人 你可能活到我这个岁数 你可能还没有帮妈妈洗过澡 对 没有帮妈妈洗过头 然后甚至没有帮妈妈擦过屁屁 对 但这些我都做过 然后其实我觉得 那个过程不要等到 人生已经要走到很末端的时候 再去付出 对 然后那一段期间 其实我觉得我跟妈妈的感情很亲近 非常非常亲近 对 对 那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 我们比较常常 很少看到他 因为他都 我爸爸是五行 是 所以我爸爸从小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都是在电视机前面 就可能出来之后说 立像 然后就被人家杀了 杀了 杀了 然后我跟我弟就在电视前面说 啊 爸爸呢 然后我妈妈说 死了 对 就是很短暂的会面 其实永远都是在电视机前面 对 所以其实家庭的关系跟妈妈比较亲 对 然后开始妈妈开始生病的时候 其实就是妈妈妈已经背起那个重担了 就是可能 因为我妈妈是从我专科 武专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些复发 那那段期间其实我身边至亲的好朋友 对 我是好朋友 闺蜜 完全不知道我妈妈生病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把它cover得很好 cover得很好 我觉得同学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不是一个生多大重病的人 对 可是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说 哎 假日要出去玩 对 然后我都会说不行耶 我跟我妈妈要去吃饭 所以到我妈妈离开的时候 我朋友都很震惊 你就觉得天哪 你妈妈怎么生病那么久 我都不知道 对 所以其实妈妈给你的就是一个坚强 然后还有就是让你很多事情的乐观 对 然后保持到就是现在 即便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事业也好 或者是家庭也好 那从小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其实你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对 我比较没有自信 其实我觉得这是出自于 应该讲说 因为我们 我爸爸有手足嘛 对 那我爸爸是最小的儿子 那老妖他其实 在那个年代 其实我爸爸前面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所以其实爸爸并不是很 很期待被来 被生出来的 对 然后又加上 我爸爸其实从以前就还蛮 自己自立自发 然后自动的想要去赚一些钱 帮助家里面 对 那可是我看到的状况是 可能是因为爸爸是老妖 然后加上不是被家里面所期待生出来 就是没有那么的呵护感觉 就是好像好不容易来个儿子 因为很多到老妖生个儿子 你都觉得好不容易 对 但前面有两个哥哥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压力就在于说 可能家里面很多小朋友吵 然后吵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就会说 谁在吵啊 就会讲到我跟我弟 因为我弟 我跟我弟最小的 对 所以就会变成 我从小就觉得说 他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是 明明就是大家都有在吵 姐姐也在吵 然后哥哥也在吵 可是就讲我跟我弟 所以其实心里面那个感觉 其实会被否定的 对 对 就是而且不是被父母亲否定 是被更大的长辈 对 否定 所以其实心里面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很想去亲戚家玩 可是又很怕听到这些声音 对 但是一度走来 其实在演艺圈里头啊 就是你也有遇到很多 譬如说可能对你是否定的声音 对 那这个过程 再加上小时候这个历程 你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转化 然后让你自己有办法就是继续 就是这一条路继续下去 因为我看见很多人他可能就要嘛就得忧郁症 要嘛就对 就是想算了我离开这个圈子了 可是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说 即便你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你也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有自信 对 其实当初刚进这圈子的时候 我只凭着一个信念 就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嘛 所以我那时候意外的看到那个旅游节目 也在争外景主持人 是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 好 我要去争看看 因为如果我当上外景主持人了 我可以带着妈妈去环游世界 然后又不用付钱 还可以赚钱 多好 所以我那时候就写履历了 然后就去了 然后我还记得我妈白方跟我讲说 有那个公司找你去 其实就因缘忌许会进到这个公司 那进去之后才发现 他们其实叫真心人 那反正就是签约了嘛 我爸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都是我跟我妈在处理 然后签完约之后就开始拍戏 那其实因为我没有自信 所以其实相对于在戏剧的角色里面 我可以发挥得很如鱼得水 因为我就觉得那不是我 我可以演别人 像大家可能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演一个硬偶 就是有点像大舌头 但他是因为舌头比较短 然后我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超级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 然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当花痴 然后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去 去瓶里面的男主角 然后但是就是我好开心 可是当就是生态改变 然后有的时候公司会跟你讲说 你要上上看综艺节目啊 因为综艺节目可能曝光量会比较大 所以我就开始上综艺节目 那时候心里面争战超大的 因为在演戏的时候 人家给你排词了 给你脚本 给你走位了 所以你一切就是人家都规划好 你只要表现出角色里面的那个张力就好了 对 但是当到了荧光幕前面 特别是电视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没有固定的脚本 对 即便我们现在在讲故事 我都可能脑袋是空的 对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我上一个康永哥的节目 对 然后上完之后 我下台下舞台的时候 我超级沮丧 因为我那天只讲了一句话 就大家好我是许可 就没了 就没了 我连谢谢都来不及谢谢 然后就没了没了 然后因为脑子里面太多太多 想要讲的事情 跟你自己的恐惧 就是我很怕我讲完之后 完了会不会主持人会觉得不好笑 会不会现场的人觉得我是神经病 然后会不会都被剪光 然后当你想那么多的时候 就连讲话 就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就会去怀疑自己所做的东西 是不是对的 对 然后一直以来其实 这样的路程有很多次 并不是说我可能越来越好 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 已经开始走综艺了 然后也开始会讲话了 然后主持了一个节目 快速节目是跟乃哥一起 那时候公司就跟我讲说 你回去要看 然后你知道我是边看边哭 对 因为你看播出跟现场是两回事 我懂啊 我自己看自己在电视上 都觉得好像很不习惯 对 然后你就必须得要一直不停地去修正自己 对 其实我觉得看到自己在荧光布上 很残忍 刚开始很残忍 很残忍 哪些是被剪掉 你才有办法可以修正 还有就是当网路上面播出之后 一定会有一些网路的文字 会让你很受伤 对 那其实当初有一度就是 为什么会边看边哭 就是你很难过 你很想要努力 就是做出大家都想要的 可是你会知道 大家想要其实你做的会很痛苦 是 所以常常会在自我跟别人想要的你 中间取一个很难达成的一个平衡点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忧郁 就会觉得不开心 可是你知道 不能随便找借口 因为其实讲 我刚才都讲感谢我妈妈 其实也要感谢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是这一圈子的 对 所以从以前我就知道 很多人在荧光幕后的人 对 他们的辛苦其实比荧光幕前更多 对 所以当我愿意 当我想要这么做 以把它当成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爸爸给我的观念 就是不要轻易放弃 对 因为我爸爸在这圈子 大概有三四十年了 三四十年了 对 他就是真的是从退伍之后 就进到圈子里面来了 对 所以你更知道这些五行 可能你看我爸爸出来 可能二三十年的努力 就为了那一秒钟不到 对 对 然后或者是他其实是很多五行 是打了半天拉背 根本连脸都看不到 脸都不露脸 对 就可能只有在后面跑马灯 跑超快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字 对 所以一只心里面的感受就是 我努力看看不要放弃 但是真的会多少次的跌倒 你会告诉自己说 怎么办 我要做些什么 让自己更好 对 可是后来 其实也要感谢很多 演艺圈的很多前辈 跟我们讲说 像献哥就讲过一句话 说 就八二比一立 对 有两个人喜欢你 就一定有八个人讨厌你 对 可是我们荧光幕前的人更要为那两个喜欢的而活着 这听到就好感动 对 因为这两个人是他们 你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粮食 如果连你都放弃他们 他们可能连这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来获得精神的营养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 尽可能的不要看这些文字 文字 对 因为有的时候与其看这些文字 不如你面对电视机 看看你到底哪边表现好 哪边表现不好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帮助 对 其实我觉得透过你的故事 我刚刚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小虽然那个环境是让你没有自信的 可是因为你的父母他给你是一个正向的认身观 对 所以你会再一次一次跌倒一面 然后你发现说你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 然后去累积自己的自信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自信的人 各位观众如果你没有自信 其实自信是最美丽的啦 但是没有自信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要觉得说 我没有自信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没办法 对 其实我觉得人格特质很重要就是说 你就是父母给你这些好的特质 然后你自己去挑战你就会发现说 这关过了你就会一直打勾打勾 你就很像在玩那个超级玛丽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又破关了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的自信是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失败 然后突破之后再往上拉起来 还有其实我觉得我在演艺途中 我从来没有在荧光幕前面讲过 我要很感谢浩子 就好讲成是浩子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同门的就是师兄 师姐 师姐弟他也是我后来进来的 但是我们在就是一路上就是革命情感里面 我听了打电话给他 我就说浩子我想要问你 演艺圈如果发现到你已经开始疲惫了 然后你已经不知道 我觉得任何人在工作职场也会有 家庭也会有 甚至在生活中你没有任何的依靠 跟没有任何成就感受 你就会觉得说我到底要往哪边走 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哪里 对 然后我到底要像谁 我到底要跟谁一样 或是我要以谁为目标 对 那我很感谢浩子那时候传讯息给我 他就说不要像谁 因为人生没有任何人跟你一样 是 你要找到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 对 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 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对 很难告诉自己说我独一无二 即便我丑我都丑的独一无二 对 即便我胖我都可以胖的独一无二 对 然后即便我笨我都要笨的独一无二 但当然这样是就是负面在鼓励大家 可是我觉得自信心有的时候是要面对自己 对 因为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太多 可能常常会荧光幕前很多人拿来比较 其实我们工作也常常会比较来比较去 所以你常会比较完之后 你会觉得算了 我跟谁都没有办法比 我比谁都比不过 我不要玩了 对 对 那人生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其实就会不要玩了 对 但是如果你面对到自己心里面 你知道说对父母亲生活来就是这样 对 他给我的样貌 他给我的个性 是 他给我的爱哭 他给我的意怒 我可能做一点点修正之后 我会是独一无二的 对 那你的生活跟生命就会很有方向 有很不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听了浩子的话之后 我就知道好 我不要美美的了 对 我也不要讲话很有逻辑很有条理 对 我就是做我 做自己 我就是做许小可 然后一路以来就是 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可是你还是要回归到 我热爱工作 我热爱生命 我也知道我独一无二的特性在哪里 对 你要为那两个人活 真的 所以就会一直一直很开心地在工作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了小可的故事 大家我觉得相信都很激励 因为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以为说 在荧光幕前好像就是都一定是光鲜亮丽 然后可是事实上 对 每个人内心里面其实都有一块 其实是需要去成长的突破的人生的课题 所以今天大家透过小可的故事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你不要害怕挑战 然后遇过很困难之后 挑战通过之后 你就会增加你自己的自信 没错 对 那今天真的很谢谢小可 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魅力祥烟 下次再见咯 拜拜